作为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极尖主义者 经常会收到这样的评论 极尖主义者不应该结婚 不应该生孩子 极尖主义者家里不应该有这么多装饰品 对于像这样的评论 我一般都不给予回复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定义 不是我的定义 我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决定即可 我的生活不需要取悦谁而不做什么 我的生活不需要取悦谁而做什么 我的极尖主义生活 取悦我自己就可以了 评论区 有位朋友问我圣诞节之类的节日 会买布置节日的用品吗 自打断舍利之后 就不做这些事情 觉得浪费时间和空间 可是有时候想一想 又缺少了仪式感 我个人现在的感受是 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受到环境的影响 他们看到商场有大的圣诞树时 会非常的兴奋和快乐 走到商场的圣诞用品 专区时 又会长时间的驻足观看 感觉到他们小小的心灵当中 有一份向往吧 我一般是会有选择性的 满足孩子们的愿望 但是像圣诞节 元旦 春节等等 每个地方特有的传统的大型节日 我还是想保留这份仪式感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过春节 父母为春节所做的准备 在机组的时候 虔诚的仪式感 走亲访友 互相拜年 与亲朋好友的谈聚 不管那一年是好还是坏 过年总是在欢乐与喜庆的氛围中 春节带给我的这种精神的仪式感 以及蕴含的向上的精神 敬畏之心 谈缘 孝道 不管时事如何变迁 不管我走到天南海北 每年到这个时候 心中就会自然而然 生出这种思念之情 这是一种安全感与幸福感 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孩子在小的时候 也许不懂得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只是单纯地感受到喜悦 但是这份喜悦 就会在他的老海中深深地留下印记 让他长大之后 走出社会 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 当某一个日子的到来时 心中便会生起这份安全感与幸福感 让他在遇到挫折时 有一个力量支撑他 人们常说 不幸的童年需要用医生来治愈 而幸福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一生的 所以我个人以为的极简主义断舍离 与节日是否需要布置节日的氛围 并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是不与人攀比 不铺张浪费 不哗众取宠 合适就可以了 也许我们不想花时间和空间 去布置房间 我们可以买一个小小的圣诞脑仁 放在玄关 或者给自己唱一首圣诞歌 对于我个人而言 是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 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心而已 我公公婆婆还有老公也不过圣诞节的 他们是过元旦的 所以我也会配合他们 给亲朋好友寄送联合卡 家中供奉竞饼 门口刮猪年绳 吃过年的荞麦面条 出意 但是我不会去抢福袋的 而我个人的习惯还是过春节 虽然身处异乡 但是年三十的晚上 我还是会请公公婆婆 到家里来吃一餐 年夜饭的 今年我们家的圣诞树 是用去年的圣诞树 买了一些新的装饰品 简单的装饰了一下 为了减少工作量和成本 也是拖到最近才开始装饰的 今年买了一个小彩灯 孩子们非常的喜欢 就这样简单的装饰了一下 孩子们就非常的兴奋 孩子们的快乐其实真的很简单 看着孩子们的笑脸 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一切也就值得了 极简主义生活 不是苦行僧的生活 当你犹豫是否需要购买一些 节日的装饰品时 先从个人的感受 和家庭的成员构成出发 先买一两个 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 或者买一个小一点的 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工作量 我家这个圣诞树 今年用完了 我就会舍弃 明年我会去买一个小一点的圣诞树 放在桌上 或挂在墙上的 这样打扫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生活最终是过给自己 以及与身边重要的人和平相处 掌握其中的平衡就可以了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 我写的极简小诗 以表达我现在对极简生活的态度 极简 极简修言极致 少物物取极少 一取一舍一生活 哪个最事适合 空无本无无物 人间会染烟火 物多物少万人说 都是各得其所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